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澎湃新闻的15日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的记者暗访中国的这个人体胎盘黑市 装成的采购商在中国最大的中央财市场 安徽伯州去学末 然后据说是中国是2005年就禁止了胎盘的交易 但是市场需求大 加上高利润 私售比较猖狂 安徽伯州江苏的匹州 就是以前的匹线 河南的永城 这三地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胎盘黑市 取得一个胎盘的成本价 大约是七八十 那个八十块人民币差不多吧 胎盘市场呢 还分成就是叫鲜货和烘干的两种 若是新鲜的呢 现货的男性胎盘 网上一般是卖到人民币五六百 经过加工制成紫盒车 流入到中药材市场 然后彭博社呢 称暗访发现胎盘来源 包括医院医疗废物处和 医疗废物处理厂和这个兵仪馆 剩人的话 兵仪馆都要 对吧 然后报道中呢 有一个这个胎盘的供应商 他呢 自称是2020年就处理了13万个新鲜的人体胎盘 至于胎盘中可能有没有什么 什么乙型病毒啊 HRV啊等等 没关系 胎盘的从业者呢 说只能保证干货是真的 鲜货呢 里边 但是呢 这个鲜货里边呢 是什么 不能保证 有商贩更是经受鲜活的人体胎盘 多数未经病毒检测 转手销售 可以 可能被购买者直接使用 另外呢 还有什么净货 重货之分 前者有 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前者有添加 后者呢 就前者没有添加 或者呢 又参与一些淀粉啊 或者色素啊 以及人工胶之类的 哎呀 中国人的这些天才都在这上面了 这个实际上不是什么新闻了 只不过就是有蓬勃这样的那个 是吧 那蓬拜 我说成那么纽约的蓬勃了 蓬拜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出来 然后再让大家就是说 看的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事实上这个事情 在中国是由来已久 而且覆盖面之广 像我小时候就见过我们村子里面人 就经常有到医院去买这个东西 回家炖着吃的 这个东西很常见 谁家生了孩子了 那个胎医呢 也就被 甚至医生也都吃这些东西 这关于人体胎盘的贩卖 在中国呢 它一直以来 它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产业链 从源头到销售 一条龙服务 微信等那个社交平台上呢 一直有公开销售 有的是供货给那些美容院等等等等 什么胎盘素啊 两七八糟的 一般来讲呢 卖家分两种类型来售卖 一种呢是新鲜的 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单价大概在人民币400块左右 用顺风快递 当成生鲜 游击到家 第二种呢是烘干的 单价呢 大概是420可以加工成胶囊 然后出售 为什么这玩意儿这么流行 因为中医认为 胎盘性胃肝 咸温入肺腥肾肾经 可以补肾易经 易气养血 有这样的功效 但是我想 那些患有严重传染病的孕妇 比如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 艾滋病 梅毒 肺结核等等 他们的胎盘 如果被吃了 那可能更加的 补肾易经 易气养血 是吧 胎盘的制作成紫盒车呢 过去呢 主要是用在那些人体 就身体虚弱 自身免疫力 差的这些疾病 发炎 退化和保养 等等这些方面 它呢 含有一定的这个荷尔门 所以它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这种做法呢 在古代呢 好歹还是能说得过去 但是现在呢 有很多植物上的一些材料 可以提取这些植物性的荷尔门 基本上就完全可以替代紫盒车 但是中医 它是智障者的医学 所以中国人 它不管这些 是吧 虽然这个胎盘呢 确实富含丰富的 那个蛋白质 微量元素等等 但是这些营养价值 值得你冒险 直接去 去食用 新鲜的胎盘吗 我们分几个地方来讲 第一 除抛腹产以外 胎盘的 封面 往往要经过 产道 产道内呢 有多种细菌 胎盘经过产道的时候呢 会受到多种细菌的污染 若不进行严格的消毒和灭菌处理呢 容易感染疾病 尤其是将胎盘直接风干磨成粉 使用的更加容易感染疾病 胎盘呢 富含血管 这些血管呢 恰恰是这个血管里的血液 恰恰是细菌 最容易 是它的最佳的寄生环境 当 当这种胎盘从人体当中取出的时候呢 它非常容易感染和滋生细菌 另外呢 这个胎盘中含有大量的 痴激素 孕激素 食用后呢 对那个女性的乳房 子宫内膜 宫颈等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 尤其是 那种绝菌期 或者说有种子宫内膜癌 乳腺癌 什么暖潮癌家族史的 这种高危发病的这些女性 不正当的食用 会增加此类疾病的风险 第二点 可以 那么如果通过高温煮消毒 如何 这种办法呢 并不能真正杀死所有的病原菌 在高温煮的过程中呢 某些的这个所谓你想要的那些营养物质呢 也就被破坏了 等于你吃胎盘没有什么意义 吃了来自胎盘中的免疫球蛋白 它也并不能直接被消化到所吸收和利用 而是被消化分解为并不具有抗病免疫功能的氨基酸 对增强人体免疫力没什么作用 就跟你吃普通的一块肉 没有区别 第三 即使是健康的产妇 在当下的这种检测条件下呢 它也不能保证 就是能够检测出所有的疾病 有的严重的认诊和并发症的这个孕期呢 它会大量的服用药物 你吃用这样的 使用这样的胎盘呢 可能会有一些 它这个孕妇体内的那些药物的积蓄 就会被吃胎盘的人呢 给像吸二手烟一样 是吧 等于在品尝一遍这个孕妇吃过的东西 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道德 胎盘的本质就是一坨肉 吃胎盘在本质上就是现代版的人吃人 人类与一般的杂食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人类是要受到道德观念的约束 而已经穿上西装和耐克鞋的中国人 还在大规模吃人体器官 你不要跟我讲胎盘是医疗废弃物 如果一个人腿有伤 被医生锯下来整条大腿 是吧 那你是不是也会把它当成医疗废弃物 拿回家给炖了呢 在圣经出埃及记的23章的第19节 34章的26节和圣命记的第14章的21节当中 都有这种不可用山羊糕 母灯 山羊糕母灯奶煮山羊糕的神圣戒律 在犹太人中不可以将奶和肉放在一起来吃 所以呢 那个麦当劳的汉堡呢 在以色列是不受欢迎的 因为麦当劳的汉堡是在肉上面还浇一层奶酪 为何在以色列人当中会有这样神圣的这种律法呢 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是那种残忍和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如果可以用母奶煮柚子或者是同时灭绝母子而毫不动心 人就会走向残忍 铁石心肠最终同类相残 可是到底要有多么的愚蠢 才去吃胎盘 又有一些蠢人把中国人比作犹太人 你们这么热爱吃人肉 怎么有脸这么比较 总之啊 不爱中医的不是中国人 我不爱中医我肯定不是了 对吧 爱中医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标配 中医治标 中医治本 西医治标 中西医结合制成标本 倒过来讲 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中西医结合制成标本 这样就比较顺了 亚运 对吧 真是 中医就是智障者的医学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